《以西节书》第38章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 就是罗斯、米舍和土巴的首领 说预言攻击他 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罗斯、米舍和土巴的首领 我要与你为敌 我必使你转过来 用钩子勾住你的塞甲 把你和你的全军、马匹和骑兵都领出来 他们都穿着全副军装 成为大队人马 配备大小盾牌 个人紧握刀剑 还有博斯人、古时人和福人与他们在一起 个人都配备盾牌和头盔 又有戈灭人和他们的全军 北方吉处的陀加马族和他们的全军 这许多民族都与你在一起 你要准备好 你和那聚集到你那里的各队都要准备好 你要做他们的大帅 过了许多日子 你必被征点出战 在以后的年间 你必来攻击那脱离刀剑的地 就是那从列邦聚集回来的人所住的地 你必来攻击以色列这些久已荒凉的山 他们是从万族中领出来的 都在那里安然居住 你和你的军队以及与你在一起的许多民族 都必向暴风上来 向密云遮盖那地 主耶和华这样说 到那日你心中必起意念 图谋恶迹 说 我要上去攻击那些没有城墙的乡村 我要来攻击那些生活平静的人 他们都安然居住 没有城墙 没有门栓 你要抢夺财物 掳掠货物 身手攻击那些从前荒废 现在有人居住的地方 攻击那些从列邦招聚出来 得了牲畜财物 又住在世界中心的人民 士巴人 抵诞人 和踏实各城镇的商人都必问你 你来是要抢夺财物吗 你聚集军队 是要掳掠货物吗 是要搬走金银 掳去牲畜财物吗 是要大肆抢掠吗 因此 仁子啊 你要对哥哥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到那日 我的子民以色列 安然居住的时候 你岂不会留意吗 你必从你的地方 从北方的极处 与许多民族一起而来 都骑着马 成为一大队强盛的军兵 你必上来攻击我的子民以色列 像密云遮盖那地一样 哥哥啊 在以后的日子 我必领你来攻击我的弟 好叫列国在我借着你向他们显为圣的时候 能认识我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从前借着我的众仆人 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 岂不是你吗 在那些年间 他们曾预言 我必领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哥哥来攻击以色列帝的日子 我的怒气必从我的鼻孔中发出来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在度恨和怒火之中说 到那日 以色列地必有大地震 海里的鱼 空中的飞鸟 田野的走兽 在地上爬行的各种动物 以及地上的众人 都要在我面前震动 众山必崩裂 悬崖必塌陷 所有的墙员都必倒在地上 我必呼唤刀剑 在我的众山上攻击哥哥 个人的刀剑 必攻击自己的兄弟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用瘟疫和血腥惩罚他 我必把暴雨 大冰雹 火和硫磺 降在他和他的军队 以及与他在一起的许多民族身上 我必显为大 显为胜 在列国的人眼前显现自己 这样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可以帮忙 对 我 我